为什么美国不想派遣军队到乌克兰对抗俄罗斯? 当普京总统在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时 乔拜登已批评经济制裁和呼吁盟友站出来 对抗莫斯科的努力作为回应 但拜登一直保持沉默的一个选择是 派遣美军前往乌克兰与俄罗斯作战 据Politico报道 拜登总统一直希望避免俄罗斯与美国发生军事对抗 甚至扯出所有在乌克兰训练的美军 最近他警告说他不会派军队撤离滞留在乌克兰的美国人 理由是担心可能发生冲突 根据民意调查美国人民不希望被卷入欧洲 为乌克兰而战 美国和俄罗斯是核大国 这一事实加剧了对冲突的担忧 尤其是在去年美国在阿富汗的血腥经历之后 除了对核战争的担忧之外 美国官员还列举了许多希望避免在乌克兰部署军队的原因 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乌克兰没有条约义务 乌克兰不与美国戒染 没有美军基地也不是主要贸易伙伴